好 我已经迟到那么久了 你们土还没放桌上 放桌上了 彗星还没 好 你没有画完 下面还要画 来 那两个人 你那天有去给我跑三圈吗 没有 你有去跑吗 等一下下个立刻就给我跑六圈 六圈 六圈 你们不应该 我说的话 你们都没在给我信道 你们两个下个立刻就给我跑六圈 有听清楚吗 有 你也让我用眉 我不是买到眉人 我是买到眉人 你不要让我做魔鬼的脸色 来人班上课 我说的事情 你做到搞就对了 你们听清楚吗 没有 你不要用 那我用曝克脸来上你班的课 我叫你做什么 就是给我做什么就对了 听清楚吗 这边没有画完 把它画完 你这边因为你没有用点的 所以就点的不漂亮 我是叫你们用点 像他用点的 就点得非常的漂亮 就点得非常的漂亮 就是要 就是一个耐性 就是 我是叫你们用点的 结果你们用连的 三圈 等一下跟他们一起去跑 你也是一样 三圈 没有完成 我要用你完成的东西 没有完成 我要用你完成的东西 你没有画完 三圈 好 你没有完整 你这边的一条一条的没有画 你很简单 我要求的事情 你没有做到够 你连这一半都没有画 这一边我没有要求 我们那一天上课 我只要求自理 我说这一半 你们可以用聪明的方法画 但是这一半 你要给我老老实实的话 你再加三圈 如果你再搞不清楚 请你问我问清楚 好 所以你们应该会有感觉 你们的图形 其实有画的都画的 非常的漂亮 如果请你们上来画 一次画完 就是因为点点点到后来 就是连续的直线 连续的直线了嘛 对不对 你会怎么上来画它呢 到底是什么样的图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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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画起来的样子 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你中间没有点 他虽然没有点 但是你可以看得清楚 如果那些中间那些点 全部连起来的时候 对不对 你上来画 你上去画三圈 你一样要三圈 因为你都没有给我点 不用点喔 直接画喔 你觉得会怎么画 看就好了 不用罩着 就一笔画完 一次把它画完 再上去一点点 他画得非常的漂亮 来 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地方 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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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注意看你的图形的这个地方 跟其他的地方 我一样是画相同大小的圈圈 这里 这里跟这里的差别在哪里 这里 靠近零 这里 我大概画大概相同大小的圈圈 这里跟这里的差别在哪里 对 你会看到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有看到吗 几乎没有什么高度变化 你如果有好好的去点 你这个地方 你这个地方 几乎看不到他有变化 有变 但是他变化很小 对 所以他这个地方其实还是画得不太准 他几乎几乎是往下一直在贴 贴到他 很贴很贴很贴的再上来 然后上来之后就变化越来越大 你看他的变化这么大 他的变化才 有看到吗 同样一个圆 同样一个圆 他的变化只有这样 他的变化却这么大 在这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几乎是平的 在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 好 再来 这个图 这个图是我们 我们 这个图是哪一个图啊 这个叫做Y等于什么 X20对不对 这个图奇怪我为什么要这样画呢 我们不是要画自由落体吗 自由落体不是从上面往下掉吗 为什么我画起来图会变成是这样 自由落体我们不是一颗球一颗球 一颗球一颗球的往下掉吗 为什么我画起来图变成这样 为什么不是 就是 不是应该画这样吗 不是应该画这样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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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那一天不是叫你 你们在那边点这个吗 对 这个是自由落体对不对 自由落体画起来图不是 不是就会变成弯下来吗 对不对 为什么 为什么画起来图会变这样 他只不过是把这个图 来 他是这样对不对 等于我们的自由落体变成这样对不对 变成是 X在这里 然后呢 Y在哪里 Y在下面 然后再把它整个怎样 翻过来比较好看而已 可以吗 要不然自由落体应该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我只是把这整个座标怎样 整个翻过来变那样子 对不对 其实上我们看到的 我们看到的抛物线应该是这样 不会是那样对不对 我们看到抛物线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抛物线应该长这个样子 不是长那个样子 可是我们喜欢那样看 因为那样比较容易看 这样不容易看 所以我们把它倒过来这样看 你知道有一种动物 他看到了我们的抛物线 他看起来的样子就是他 蝙蝠 欸你很厉害 蝙蝠 对 因为蝙蝠在睡觉的时候都倒立 对不对 所以他看到了我们的抛物线 他就长这样 你是蝙蝠 可是我反过来 蛤 蛤 不要因为抛物线是这样嘛 对不对 啊因为蝙蝠它倒立着 看不见 看不见 不是眼睛不好 欸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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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眼睛不好他看不到吗 他看不到吗 他看不到吗 他是用那个声波 他是用声波 所以他是看不到的 确定吗 确定看不到 他知道 不是 他眼睛超级比较 真的喔 大概一点点地 所以他是透过声波 所以他透过声波 他就会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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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距离他比较近 这个距离他比较 远 不是啊 他在这里嘛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做自由落体 对不对 我们在做自由落体 所以一开始 一开始自由落体在这里 他是不是会先感应到 他的距离 对不对 他会测距离嘛 然后再往下掉 距离是会变远 再往下掉 距离是会变远 所以对他来讲 对他来讲 我们自由落体 掉下去的时候 最远的地方 掉到地面 这要怎么讲 所以他用声波 一样可以 一样可以感觉到 物体在哪里嘛 对不对 跟我们眼睛看似 一样的道理 所以他倒过来 所以你可以 他用声波来感觉 那就相当是 他用眼睛在看呢 因为他一样知道 他的距离在哪里 所以我们 我们看起来 长这个样子 他倒立着看 不就是变这个样子吗 就是 我们 我们的自由落体 有没有看到是球 这样子掉下来 对不对 可是 蛤 不是啊 这个 这个是这样对不对 对不对 那怎么变成那个样子 不是你倒立着看 就会变那样吗 你只要倒过来 就会变那个样子 不是吗 蛤 为什么突然变成相反处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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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先这样 那请问一下 我记不记得 我跟你们讲过说 我东西 我东西掉在这里 跟掉在这里 跟掉在这里 它们自由落体下来的 什么东西会一样 我这三颗 一起掉 加速度照片会一样 这三颗 如果一起做自由落体 这三个的 拍出来的照片 拍出来的照片的运动变化 会一样对不对 可以吗 拍出来的照片也把它拉开来 一条一条一条的把它拉开 就是 这个所拍出来的照片 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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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放 一张一张的放 跟这一个拍出来的照片 一张一张的放 放出来的那个图形 会怎样 好 会 我们不是有讲过吗 会一样 有讲一次 就是 我 我这一颗球做自由落体 我这一颗球做自由落体 一开始拍照的时候在这里 第二张拍照的时候在这里 第三张拍照的时候在 大概这个位置 第三张拍照大概在这里 对不对 那我一张一张摆起来的样子 就会是 就是我们画起来的那个样子 不是吗 目前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懂 可以吗 就是 这个这个这个的图就是 一张一张拍起来 叠出来的 我如果 零点一秒拍一张 它就会叠得更仔细嘛 就像你们 那一天用 点点点点点点点出来 对不对 它就会变这样的图 对了 那我的问题是说 我的问题是说 一个在这里 一个在这里 这两个 我拿摄影机拍它 我拿摄影机拍它 拉出来的那个照片的形状 拉出来的就是 拉出来的那个图形 这个所拉出来的图形 跟这个所拉出来的图形 跟它会一样还是不一样 会改变吗 图形是这样 就是 每一张照片 每一张照片 不是可以拍到一个 拍到一颗球吗 那我们 0.1秒 0.1秒的拍 然后把它拍起来 拍起来之后的 那个点 那个每一个 每一颗球 每一颗球 不是都会有一个位置吗 那我拍的 我如果拍的够多张 我这样子 一张一张 一张一张拍在一起的时候 它不是会几乎 就全部都连起来了 所以就像你们点 点一个点 一个点 你就会发现 你点点点点 点出一个 这样子的曲线 对不对 我们就说它是一个图形 也就是它的运动变化 对不对 运动的过程 那我意思说 这一个 这一个点 所做的运动过程 跟这个点 所做的运动过程 拉出来的那一个运动过程的图形 会一样还是不一样 一样 一样但是当初的图形 它的运动变化 运动过程 它的运动变化 它的运动过程 一样还是不一样 一样 它拉出来图形 会跟它一样不是吗 这个拉出来图形 也会跟它一样 跟高度没有关系 只是如果以拍照的张数来讲 上面这一个会比较晚掉下来 所以你拍的张数会比较多 就这样而已 我这一个一张一张拍起来 拉出来的模样 跟这个拍出来的模样 这一个拍出来的模样 跟这个拉出来一样 是一样的 因为它是自由落体 它也是自由落体 只是放的高度不一样 拍照的高度不一样而已 这一个所显 这一个 所以我应该这样讲 因为它们一开始高度就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这样说 我这样说 如果拿一张摄影 我拿一台摄影机 两颗球同时拍 两颗球同时拍 然后拍完之后 我一样一张一张把它 一张一张把它 把它放上去 请问一下 如果我把下面的这一个 把它割下来 拿起来 我能不能跟上面的那个图形 叠在一起 我只要 怎样 我就可以跟上面的图形 完全叠在一起 放上去 只要放 我把这个拿起来 请问我要往上多少 就可以跟它完全叠在一起 再一次 再一次 我最近讲话好像 让人家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昨天七年级的也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你们也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这一颗球我对它做自由落体 那一开始在这里 第一张照片在这里 第二张照片在这里 第三张照片在这里 第四张照片大概在这里 我就这样一张一张照片 拍好之后就把它把它一张一张排好 这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可以吗 因为它摆在这里嘛 对不对 所以它拍起来的照片就这样嘛 如果这一个 这一个如果 如果当初 如果当初它 它放的地方在这里 请问一下 它的第二张照片 会在哪里 等一下哦 如果它放在这里 请问一下 一刚开始在这里 第二张照片会在哪里 会在哪里 第二张照片就是 这个是白色的嘛 白色的刚刚拍照的过程是这样嘛 对不对 我现在要拍它的哦 我要拍它的照片 请问一下 第一张照片如果在这里 第二张照片的 它这一颗球会在哪个地方 另外一颗的上面 会在这一颗的上面 等哪里 第一颗跟 跟第一颗距离怎样 一样的地方 它变小了 抱歉 它变远的 那请问一下 第三张照片呢 一样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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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跟它一样的距离的地方 就会出现第三颗球 对不对 那第四颗球呢 一样的距离 一样在一样的距离的地方 一样的距离的地方 所以请问一下 如果我这边好几颗球 好几颗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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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四颗球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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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颗球 然后 只有一颗球而已 好那是我讲错对不起 那我讲错你可以说老师你讲错了 我讲错你可以直接说我讲错 从一开始就只有一颗球可以吗 一颗球一颗球一颗球而已 再一次再一次 我讲太快你马上举手跟我抗议就好了 就抗议就说我抗议 你就不用讲话你就举手就是抗议 我就这样教我们班的 上课就是抗议就好 如果有问题你会不会把我抗议 如果有问题要问你你会不会把我抗议 不是你就是举手代表你有问题 我就会停下来 所以你很简单你只要举手说那个文颖不懂 事实上是自己不懂这样 老师文颖没有听懂这样 可是也真的是他没听懂 好再一次 只有一颗球而已 我在这里做自由落体可以吗 一刚开始在这里 所以第一张照片在这里对不对 掉下去的第一瞬间 因为他一动动之后相机就启动了对不对 我有讲过那个相机会自动启动 所以第一张照片会拍到他 他一动就被拍到了 接下来第二张在这里 第三张照片 理论上应该要在这里为什么 因为他是加速度运动 然后第四张照片 应该是大概在这个地方 再一张照片我没有位置画了 在这里可以吗 他不是落地了 有可能应该有可能已经 如果再继续往下后 就在这里 好 那我的问题是说 第一张照片第二张照片第三张照片 第四张照片我东西放在这里的话 我的照片就会这样子长嘛对不对 万一如果我在他的上面又多放了一颗球 如果两颗球同时一起放 两颗球同时一起放 然后一起拍照 两颗球 因为两颗球同时放嘛对不对 所以两颗球被这台摄影机同时拍到那两颗 了解意思吗 所以请不下第一张照片我拍到这样 第二张照片的这颗球会在哪个位置 对不起我要画好一点 因为有我手榴没有画好是 不知道你们没有注意到 我手榴没有画好是什么意思 不管你有没有发现先不管 来请问一下 现在这两颗现在这两颗同时放了对不对 所以摄影机会同时启动 看到那两颗一起拍哦 所以第一张照片拍到这样对不对 第二张照片的那颗球应该会在哪里 相同的距离 会刚好是这一个距离对不对 因为它们一起掉嘛 所以理论上它应该会在 在这个地方 了解在讲什么 因为你是同样一 这两颗是 这两颗是我们那天有讲过 跟它球的大小有关系吗 如果你做自由肉体在真空的环境之下 它会一起掉下来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里做自由肉体跟我在这里做自由肉体会结果不一样吗 我在这里做自由肉体跟我在这里做自由肉体 第一张照片在这里第二颗球第二张照片第二张照片如果拍的地方在这里的话如果你本来放的位置在这里那么第二张照片它应该会有相同的地方 因为它们两个是在做相同的运动嘛 只是放的位置不一样嘛 对不对 这样OK吗 放的位置不一样嘛 只是放的位置不一样而已嘛 你是真的知道它是在嘟咕 它都要睡着啊 真的很辛苦我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第三张照片是不是也一样 所以每一张照片都一样对不对 每一张照片都一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的运动 他们的运动变化一模一样对不对 我动到这里的时候你同时也动到这里对不对 那个运动变化那个改变量应该要一样才合理啊 因为它们两个是做相同的自由肉体运动 目前OK吗 你有问题就要直接举手喔 不要客气喔 你OK了吗 真的吗确定 我觉得应该就是不懂耶 所以应该就是不懂 你已经懂了请举手 还是有人不懂 放下 你说什么 首先你要先你们可以接受 我从这里做自由肉体跟我从这里做自由肉体 这两颗做的运动是一样的吗 一样啊 一样啊 为什么不一样 说的运动一样是这样的 运动变化的过程都一样 你从这里掉 从这里放 下一秒 如果我可以走五公尺 注意听 如果我东西在这里 自由落体 第一秒钟我可以下五公尺 可以吗 我在这边放 我可以下五公尺 我在这边放下五公尺 我在这边放第一秒下几公尺 还是五公尺 会改变吗 不会 再一次 我东西在这里 第一秒钟如果我可以下五公尺 跟我在这里 第一秒钟还是下五公尺 对不对 所以我自由落体 第一科学在这里 第二科学在这里 他们两个同时放的时候 第一秒钟一起下五公尺 第二秒钟一起下十公尺 假设是这样 了解在讲什么 第二秒钟应该不是十公尺 第二秒钟好像是 八公尺 不止不止 不止 那个十五 对 二十 二十 因为它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为什么 你从那个大楼跳下来 你会死掉 就是这样 如果东西都没有被阻挡 想法是这样 就是 你在这里做自由落体 跟这类的自由落体 当你掉下去的时候 我可以 我掉下来的时候可以掉五公尺 它也应该可以掉五公尺 跟我在哪里放没有关系 对不对 对了 可以 我问你 如果假如我带真空环境 我有穿会呼吸的东西 我有带着会呼吸的东西 我猜你会死掉 真空环境 等一下哦 在里面 不压 哦 你那个样子就好像是太空人 太空人 它就是背着氧气筒出去啊 那如果我 那个时候是 在一个大楼上 我要跳下来 在真空环境之下 会死掉 在真空环境之下 对啊 你跳下来还是会死掉啊 还是会死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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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你跳下去还是会痛啊 你会痛还是会死掉啊 没有空气完全没有东西扶你 你会更快 对 我跟你讲啊 你只要去叫他昨天问我的问题 你把他想像是水就好了啦 想像是水 你往下跳的时候 水会阻碍你 如果 如果他够深 如果他够深 他就会让你回来 对 对不对 我跟你讲了 我 我大学的时候 我跟你讲 这是很 我跟你讲 注意听 我大学的时候大一 上没有多久 就有一个同学 就是因为跳水 不是 就是伤到脊椎 因为他就是 因为那个水不够深 他没有去注意到这个问题 他跳下去 所以不能乱跳 但是他那个水如果够深 就像很多奥运比赛 他为什么敢跳 因为他那个都有科学根据 有算过的 那个水够深了 所以你跳下去 他是可以把你反弹回来 因为那是什么 水的浮力 但是我们的空气 你把那个抽掉 更没有浮力 掉下去不是更快吗 辱迷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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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是有 还是有 还是有 就是 你没有空气 就没有浮力了 就空气当中 没有空气在浮你呢 为什么气球可以飞起来 是因为有空气在浮它 他不是也有重量 蛤 他不是也有重量 你说什么 他不是也有重量 他不是也有重量 他有重量啊 可是因为他的密度 密度小于空气 空气就可以把它浮起来 如果我们里面吹的是氦气 如果我们吹的是一般的 吹就是一般的那个气体 有没有发现一般的气体 那个气球不太飞得动 因为你吹的是大气压力 所以大气压力跟外面的 压力是一样的 所以他基本上可以浮 可以飘浮 可以飘浮 可是呢 他没办法真正的一直飞上去 因为他基本上 跟我们的大气压力一样大 所以有点类似就是 如果你的密度一样大的时候 你就是停这里 停这里 停这里 大概都可以 所以他可以在那边飘来飘去 可是呢 他没有机会往上飘 你放手 他没有机会往上飘 可是为什么会飘来飘去啊 因为直接下去 气球 气球还有它的气油 气油有重量 气油有重量 所以它会掉下去对不对 好 OK 那是因为我们吹 如果我们吹的是 氦气的时候 它才会往上浮嘛 因为氦气的关系嘛 对不对 好 扯远了 这个到底懂不懂 懂 懂 所以 所以这个图形所产生化出来 你注意看 这个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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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把这个割下来 我可不可以拿上去叠给它 可以 可以啦 可以喔 好同学 可以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叫做 y等于x平方 他当初那一颗球 他当初那一颗球从这边摆 跟我的球如果从这边摆 我的球如果在这边摆 请问 请问 就是 一钢钢子球放这里 对不对 是画起来图形这样嘛 那如果我的球在这里呢 还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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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如果你 你现在不是有画这个图了吗 对不对 对 然后如果我刚好给它间隔个 你们希望间隔几格 五小格 五小格 五小格吗 二十大格 二十大格 你们那边会不够画了 几格比较合理 二十小格 你们想要 你们想要在哪一格 从这边数上来 你想要在第几格 请画中垂线 想要在哪一格 好 如果你从下面往上数三格 三小格 三小格 如果你这边放 这边做出来的自由肉体是这样 请问一下 这边做出来的自由肉体 请你把它画出来 你画得出来吗 画在 画在这一张上面 所以是三小格 三小格 对 距离三小格 就是这个是在这边放 那这个是在这边放 我们两个距离三小格 我找一个人上来画好不好 你们先用铅笔 因为你们画错的话 才好修改 注意看 现在上面距离三格 我会把人故意画大一点 比较好想 从这里放了自由肉体 跟这边放了自由肉体 画起来图形应该一模一样 那要怎么画出一模一样的图形呢 这里如果是三格 代表 如果当这个自由肉体的球 掉到这里的时候 掉到这里的时候 这一颗球 来先听我这里 先听我这里 你们才能够画出正确的东西 这一颗 这一颗球 这两颗球同时放 这两颗球同时放 这一颗球在这里的时候 它在这里 那请问当这一颗球在这里的时候 它在哪里 一样的高度 这边三格对不对 当这一颗球 跑到这里的时候 请问这一颗球 应该要跑到哪里去 复制相同的高度 复制相同的高度 然后呢 然后三格 往上三格 请你 只要抓几个点就好 等一下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图形长这个样子的 你觉得我们应该要抓几个点 就可以把那个图形 画得还不错 然后哪些 哪一个点一定要画到 中间那个点 中间这个点一定要画到 然后再来 再来呢 你觉得你应该要再画几个点 就够了 你觉得再画几个 图形画起来 感觉比较会准 准度 就是最少画几个就够了 这样 最少要画 你觉得 你这边再抓个几个点 这边再抓个几个点 两边各两个 两边各两个 最上面 这边这边抓个两个 这边对称 抓着两个 对不对 这样画起来感觉是 会比较准一点 这样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 所以 第一个点已经有了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你只要怎样 很清楚的从这边 你随便你抓两个 两个很好抓的 那这边也对称着 对称着抓 抓两个 对不对 然后这两个你要怎么样 要复制相同的什么 复制相同的高度 复制相同的高度 可以吗 来 你那个复制相同的高度 请你用红笔画上去 像我这样 复制相同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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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 我们刚刚讲过了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它图形长什么模样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需要 五个点 只需要五个点 我们觉得图形看起来的感觉 然后你再把它描绘起来 再把它描绘起来 再把它描绘起来 这个一开始 再来在这里 中间要用点黏起来 等我再加上 这是原来的样子 你这个点很显然 应该有问题 0.7平方 0.8 0.7 7.7.49 49应该是 0.49 所以应该是 0.1 0.2 0.3 0.4 0.49 有在这里 懂吗 你有一些点 好像有点错 嗯 那 要连起来吗 要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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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说到底是应该怎么连才是对的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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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这是鸯鱼画的图 我先说这个是错的 这个是错的 为什么它是错的 因为它是直线 它是用直线 没有回答到重点 我们画这五个点 是要用这五个点 去画出一个 跟它一模一样的图 对 这个如果是三格 这个如果是三格 这边保证不是三格 来来来来听我讲哦 错的图自己留着不能涂掉 注意听哦 我们说 它不管在哪一个高度落下来的 运动变化都一样 所以这个画出来的图形 如果是这样 这个画出来的图形 不可能会跟它不一样 应该要一模一样 可是鸯鱼画了这个绿色的图 很明显的跟这个图 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因为你把它连起来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用这一段来取代这一段 可是这一段的运动变化应该是这样 而不是这样 如果 如果 刚刚我们画出来的 你自己有画过 你画出来的感觉就是这样 对不对 你画出来的感觉是这样 那你应该是 应该是你最后 你最后画起来的图 应该要跟它的长相一样 可是你 可是你直接这样子连起来 就发现出问题了 我鸯鱼的行李不一样 很明显不一样 你画起来的这个图 跟这个的图 怎么可能会一样呢 你光我黑板的看 还有你自己看 你很清楚对不对 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我们刚刚利用这五个点 利用这五个点 只是说利用这五个点 我可以利用这五个点 来模仿这个画法 所以你应该要怎么画才对 李问你上来画 其他呢我看看 你应该怎么画才对 把他画出来 不好画的话你就用点的 不好画的话你就用点的 一样一样很容易点 你现在画的这个图的长相 理论上应该要跟下面那个图的长相 要一样才对 对不对 不一样才没有关系吗 就是 就要连到 不用不用到一模一样 就是他的运动变化应该要一样 所以 所以从一开始这边怎么变化 这边怎么变化 我这边也要跟着他一 一样一样开始怎么变化 一样开始怎么变化 所以你 你这边这么变化 我也要跟着你一样这么变化才对啊 你这边这么变化 我也一样要跟你一样一样这样变化起来啊 要有一样的变化 而且这个一样的变化 必须要永远维持 叫什么 这个不是三倍 这个叫做 多了三格 我这边的运动变化是这样 那你应该也是要跟我有一样的运动变化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变化到这里的时候 我也一样要上去三格 一样也要上去三格 一样也要上去三格 要不然你本来是三格 到这边很抱歉 你超过三格 所以突醒长相不一样 是因为他的运动变化不一样 所以你应该是要跟他 跟他做相同的变化 跟他做相同的变化 所以他从头到尾都会怎么样 从头到尾都会一样的长 从头到尾都会一样的长 然后你会有感觉 这边好像在接近 可是事实上他其实没有在接近 他不会接近 他绝对不会接近 他一样都是多少 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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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的是用这样来看 用这个角度看 你看到他接近了 可是如果你是上下看 永远都距离几格 永远都是距离三格 不是你们划错 不是你们划错 没有错 都是对的 你会发现这里越来越接近 是因为你如果这样子看 可是你自己去拿尺去量 你真的 你用手去量也可以看得出来 你要这样 你会发现 他这边靠的很近 可是他还是三格 再往上这两条会更靠近 可是他一样是三格 永远都是 可是你会感觉到他越来越靠近 可是事实上他永远没有真正靠近 所谓的靠近是横向的靠近 可是他之间的距离都是这样 请问一下 这一个函数叫做y等于x平方 这一个函数要怎么写 这个要怎么讲 x跟y代表坐标 代表位置 y代表位置 所以这个要怎么讲 你要怎么表达出 这一个新的这一个图形 不会跟图形跟他一模一样 可是位置摆法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要怎么写才对 我会加三哦 加三的想法是对的 加三加平方 是x平方算完之后 每一格都往上三格 对不对 写上去 好好的把它完成了 自己利用时间把它完成 抱歉 又占用到 对不对 们 2006-2006年 了吧 中文字幕——YK